你跟著阿添多 連嘴巴也學他拿去淫 阿添他沒什麼, 你別多心 阿添的本質不是壞的 你不用說服我 你能說服自己就行了 你做規劃署的 表面上就是整副工一份 但你知道嗎? 在很多發展商眼中 你們是有權幫每一塊地標價錢的人 你想我靜靜地 拿規劃署的資料出去賣 沒人會有損失 我們不會有人敢做 你們那邊已經有人敢做 不然我怎麼會這樣說 同樣的 一張同一個消息你不賣 一樣有很多人拿出去做籌碼 遊戲根本就是這樣玩 你為什麼這麼笨? 因為我還有人性 有著數嗎?有吃虧嗎? 阿彪, 這個世界人善人欺 我只是相信這個世界, 好心有好報 我只是不想你因為百母筆債 才磨得這麼辛苦 又不要在我面前提收黑錢這件事 我不想因為我們大家不同的做人方法 最後弄得連朋友也不能做你明白嗎? 阿絲這件事是不會來的, 是嗎? 阿彪, 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我給的只是一些消息而已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沒有人被傷害 你現在是收黑錢是貪污 沒有人被傷害? 阿彪, 你還年輕, 你不會明白 當一個人過了大半輩子 才發覺自己原來什麼都沒有 我不過想賺多一點錢 當我最優之後, 多一點保障而已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我可以怎麼做? 我不是沒試過, 我試過安分手機 一搏一搏, 賺他那一萬多千 我試過, 但是外面那些人… 外面那些人, 他們懂得建築, 懂得棄樓嗎? 他們只是拿少許錢出, 拿少許時間 炒起樓市就不停賺大錢 這叫公平嗎?你出去問問人 隨便問一個人, 問問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的答案很簡單 就是想要一間很普通的樓宇 為什麼他們用一輩子的時間 去供一層樓? 因為有錢都在玩玩 越有錢就越有得玩 這個世界是公平嗎?這個世界是公平嗎?